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还有另一种意思 就是希望自驾游的旅客可以让自己搭个顺风车 一般司机看到后都会出手相助 除了全RB以外 你还可以经常看到一些全游女对你竖起大拇指 这可不是在表扬你的车系好 她们其实正是想求出路人搭个顺风车而已 全游真的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如果你要去穿上旅游的话 一定要记得多带点红牛 去全游之前千万要深思熟虑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年轻气盛帅心二位 做事不习惯考虑后果 想到什么就是什么 这可不是一个好习惯 全游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准备 绝对不能鲁帽行事 选择全游有可能遇见很多危险 不如先打拼自己的试验 等到自己有了条件以后 那个时候就可以好好的去游玩了 也不必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 帅心二位是需要资本的 小伙伴们 你们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 好了 本期的谈谈威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别忘了累积关注 分享 转发哦